花联县选举委员会公布 25号起开放候选人领表 29号到9月2号受理登记 而县内各乡镇应选名额也出炉 其中复理厂5月底总人口数未满1万人 依地方制度法乡名代表名额不得超过7人 年底选举将由现行11席减掉4席 成为花联近10年首次代表增减席次的乡镇 花联县选举委员会公布25号开始开放候选人领表 29号到9月2号受理登记发选会 公告年底选举各乡镇市应选名额 13乡镇市中的复理箱、修理箱以及新人箱 都有应选名额以及几次的调整 乡镇市名代表将比4年前少了4名 村里长多了1名将选出乡镇市首长13名 乡镇市名代表138人以及村里长117名 那这一次的选举在我们花联这边是五合一选举 也就是县长然后还有议员、乡镇市首长 然后乡镇市的代表还有村里长 那我们的这个公告时间呢是在今天 然后登记时间是在这个8月29号到9月2号的 每一天的上班时间也就是8点到12点、1点半到下午5点半 那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的就是虽然我们在公告内容已经里面 公告内容里面已经详实的这个登载了各位候选人应该准备的内容 不过我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就是说我们一天要准备身份证 还有三个月内的户籍成本 也就是5月29号以后的这个户籍成本 那另外呢这个您在把这个资料送过来的时候 务必要详实检查尤其是在证件内容 不要有写错字还有一定要按照我们提供你的格式范本来处理 另外在县长跟议员的部分呢 另外我们要做一个个别的财产申报的一个动作 这跟每年年底的财产申报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登记前应付的一个程序要做财产申报 那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学院会为了贴心便民 我们也提供这个候选人可以做预审的动作 您可以先如果不确定没有把握可以先送过来我们这边 我们有专人为您服务来做check做检查 然后来确保正确这样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避免说我们在登记那几天 有候选人重叠啊或者是交错的时候 这种情形发生我们也提供你先做预先登记 你预先登记我们就把时间排开错开来避免这个 有冲突或者是从时间重叠要等待的情形发生 好 县议员简志龙也在25号第一天开始领票 同时也恳请相亲继续支持他 其实这四年是做的是蛮多但是对我来讲会觉得永远不够 那也因为部落包吻箱内有很多一些还仍然要持续要做的事情 那初衷不变 那在这次当然会持续以连任为目标 所以在这边的话也希望是我的选民也好 或者是我的住人也好都能够给予我更多一些支持更鼓励 那来迎接未来的这四年 欢迎议选举委员会主动委员新章表示 第22届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应选名额 以5月30号选举基准日的人口数为计算 复离乡总人口数未满1万人 依地方制度法乡名代表不得超过7人 下一届代表总额将由现行的11名减为7名 分别为区域代表6名平地三包代表1名 另外修营乡名代表应选总额4年前相同 维持11席但平地原住民多达一定的比例 依地方制度法规定必须有一席平地原住民的代表 也浅示内部韩式说明之后 并经过学员会审议通过 年底选举将调整为10席区域代表 以及一席平地原住民代表 记得继续欢迎欢迎收看